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唐主故事会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经常面临非常强大的外患 比如秦国面临义渠的威胁,而汉朝则面临匈奴的威胁 唐朝初年甚至向突厥称臣 那更不要说中国的分裂时期 许多外敌都趁机入侵中国 比如五代十国时期 但是作为天下大乱的三国时期 为什么没有外祖入侵中国呢? 感兴趣的朋友,听洋唐主慢慢道来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 蜀国和吴国也相继正式成立 开启了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 这时候曹卫占据了中国的北方 孙吴占据了中国的东南地区 蜀汉则占据了中国的西南地区 形成了天下三足鼎立的格局 三国之间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 互相杀死的人数以万计 圈个有用 在三国大乱的情况下 为什么没有外祖来入侵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时候这三国 应对的外族人都在干什么吧 先从最熟悉的蜀国开始 蜀国那边最主要的外族就是南蛮了 三国演义里面写的是 诸葛亮如何欺勤梦获 攻心为上把南蛮给征服了 但是正史的记载 把这时候的南蛮的真实处境写的是更加真实 其中提到了一个词 圈个有用 追奔逐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南蛮基本上对蜀国的军队没有抵抗之力 只有撒脚丫子使劲跑的份 那么曹魏这边的外族又在干什么呢? 曹丕篡汉之后 因为逆贼的名声终究不太好 加上他继承了他老爸曹操的才能和雄心壮志 上台之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他的建功立业之旅 建功立业要怎么办呢? 至少得去找几个外族去打一打 刷刷经验吧 于是,在黄初二年 曹丕派军队在河西一带大破枪弧联军 曹魏的势力进入了以前汉帝国西域都护府的范围之内 接着曹丕派使者出使西域 恢复了以前汉朝在西域的部分统治 所以,这时候,曹魏那边的外族忙着给曹丕称臣纳贡 怕被他来个斩草除根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来入侵中国呢? 看起来最平凡的孙吴那边 当地的外族人日子更难过 孙吴地处中国东南一带 那里在秦朝的时候,是百岳的聚居地 不过,经过楚国和秦朝的战争征服 那里的绝大部分百岳都被消灭了 或者被赶到了深山老林当中去了 那些躲进深山的百岳人和一些来山里面 逃避这个罪过的汉人 组成了一个叫山岳的新的集团 孙吴虽然不怎么主动向魏国和蜀国进攻 但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他可是非常强势的 孙吴直接派兵向那些山里面的山岳人发动了军事进攻 这些山岳人只有两个下场 要么被杀死,要么归顺孙吴 接受强者为兵,赢者补护这种强制性安排 所以,被强行抓来当劳动力 或者炮灰的山岳人,肯定也不会想着入侵中原了 为什么在三国时期 都会同时呈现出这种对外征服的强烈扩张欲望呢 一方面,是继承了汉朝的那种强烈的政治心脏 颁标给刘秀的奏章当中 甚至写道 汉丙微信,总帅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 这种强烈的征服意愿 汉朝另一位著名的奋卿陈汤 更是直接露骨的写道 一线头蛮夷,稿皆底尖 以事万里,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你看,这个词找到根了吧 出自汉朝 这三国的主政家族 虽然各自都不是汉朝的正统 但是他们都是自居正统的 也都自己觉得自己应该继承汉朝这种意志 所以,对外族发起征服战争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对于汉朝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 在三国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这种优势 其他各种外族 不论是在兵器技术还是军事理论上 都与三国的各国都不在一个级别 三国随便一个豪强的司军 都可以对许多外族发起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没事打一下外族 也属于刷经验和涨粉的一个过程 诸葛亮北伐之前 就先去南蛮,刷了一波经验 给将士们刷出了自信 给自己刷出了微信 然后顺理成章的去北伐 总而言之 这三国的主政者虽然各自立场不同 但是,他们都是自居汉帝国的继承人 当然,不能容忍外族对自己进行入侵了 我是洋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